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大眼, 小明 今天我和小明倆, 就會帶大家去吃一間 被譽為全深圳最好吃的燒鵝 這麼近妙 這間燒鵝我都沒吃過 但我有一次和阿西上來吃, 想來拍的 但那天呢, 就八點多來到 他全部賣光, 剩餓頭 有時都是這樣的, 我上次去一間餐廳吃燒鵝 他又是七點八點就全部賣光 但這間真的很誇張 這間很早就賣光了 這間燒鵝開了很多年的居民 那地方怎麼來呢 大家稍後看到我們拍門面的話 可以跟著那個名字去搜尋 如果你是打算坐地鐵過來的話 我勸大家放棄 因為最近的地鐵站過來 要超過一公里 最近的站其實就是田貝站 但我們看地圖也有1.1公里 所以地圖也建議我們打車 沒錯, 如果打車的話 大家很容易記 對面有一座商場叫做喜匯城 喜就是喜事的喜 匯就是草花頭加開會的匯 城就不用說了 喜匯城, 對面 斜斜的對面 就是我們今天要試的這間燒鵝 別說這麼多 好, 我們馬上走開 看看座有沒有燒鵝 好 看看座有沒有燒鵝 現在我們看到一個人的口 那麽叫做喜匯 燒鵝 燒鵝 這些有個計的就是燒鵝 這些是燒鵝 這些不是燒鵝應該 這些是燒鵝 但這些的地圖是沒有計的 我上次來到就是 全部都賣光了 只剩下這個地圖的頭 那麽今天好彩了 我們趕頭過來 終於可以試到這間 未以為全深圳最好吃的燒鵝 那麽這裏呢 燒鵝的價錢都在閉嘴裡走 有上排幫忙 半隻一隻 都會一隻 炒鵝 五十元 其實一隻這個價錢 很多東西給我們回香港 裡面來說 都是便宜了一折的 大家在香港買過燒鵝就知道 整款夠幾十一隻 如果不太正 那麽這裏 購買回率 都是四百元左右 那麽 那些價錢真的是 有一點 剛才說到 上次來 值了一些牛鵝 十五元一個 這裏 我看到那些師傅在那裏 炸料的人 那麽 我們現在坐下 嘗試一下 一些燒鵝 那麽 那麽好了 我們現在上來了 剛才在樓下走一圈 那麽也看到 這裏的牛鵝 在那裏 在那裏 水巴後面的玻璃房 掛散了 那裏 不知道那裏叫風光 應該是吊起來賣的 因為你上次就 不不不不 它不是外面那裏 我講的是水巴後面的玻璃房 你就是看不到的 有一隻隻鵝 我還沒燒的 吊起來是風光的 風光了它 燒出來的皮是會更漂亮的 另外就是 這裏 它寫明那些 我是選用了 180隻的鵝 是 好像有個很熱格的標準 好像乳豬 這樣 乳豬是會指定一個日子 它出生了幾天 就要湯 那些叫最漂亮的乳豬 最嫩的乳豬 我想燒鵝應該是同一個標準 那現在我們呢 就剛剛叫了一個 叫了一個下裝的禮拜 因為我們想吃燒鵝腿 但是呢 如果沒有一隻鵝 湯出來的話 它就不會有燒鵝腿 就是它掛在這裡 它只有一隻鵝腿 給你買就不行的 難怪我剛剛按單的時候 我發現燒鵝腿飯是神經的 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就叫了一個下裝 另外叫了兩碗飯 那小明明 我要餓頭 加多了一碗鵝腿 它其實是鵝頭頸 是啊 它不只是頭 那些很老實的 還給你一條頸 還給你一條頸 那我就叫了一隻蜜汁燒鵝腿 糟糕 我忘了有沒有按切 如果不切 很搞笑 不要緊 這樣才有風味 OK 到時候就不斷扯了 沒錯 現在就來了兩個飯 有個頭頸 整碟都是鵝頭 鵝頸 幸好它有切 這個其實我也要讚他 平時有很多地方 如果是吃蜜汁雞翼的話 是整隻給你的 這個是幫我們切好的蜜汁雞翼 頭頸有切 蜜汁雞翼有切 現在小明就只吃這個鵝頭頸 不是,我都要吃 那隻鵝腿我也有份 咦 快快 快快 已經到了 好,謝謝 好 那我就先來試一試這個鵝頸 首先我想讚一讚 皮非常脆 那你說肉的話 因為鵝頸本身就沒什麼肉 我就不如試鵝頭 再試一下 先試一下 其實說到鵝頭 我自己很喜歡吃這個 是不是老的位置 應該就是 這個比較白白的 嗯 好吃 真的好吃 一樣 皮也是超級脆的 但如果你說要去到肉的部分 就可能要試一下下裝那邊才可以 好,到我來試一下下裝 但其實我非常喜歡吃燒鵝 其實我非常喜歡吃燒鵝 那麼 就是這個 比位 首先夾了 嗯 咬到骨髓 但是 味道非常好吃 而且它的皮 真的脆 肉呢 都是嫩的 很少在大陸吃的燒鵝 皮是比我們香港的脆 因為大陸的燒鵝 和我們香港的燒鵝 最大的分別 就是它們會著重於燒鵝的汁 味道 而我們香港 就會著重於皮 但這裏呢 是皮和汁都OK的 那到鵝來試一塊肉 那就選一塊肥一點 我明白為什麼它是全深圳最好吃的燒鵝店 所以我覺得肉質 比我平常吃的燒鵝 因為外面吃的燒鵝 多一點 會有少許柴的感覺 但是這個 可能肥膏就多了 所以我現在這塊是非常嫩的 小明說到肉這麼嫩 大家可以尋找鵝的顏色 肉的顏色可以看到 它真的很嫩 它不像那些 放了很久 而且這裏和我們香港吃的燒鵝 最大的分別 其實是這裏的鵝 很多都是比較新鮮 我們香港只能夠拿些雪藏鵝來燒 或者有些店鋪 它的工場就在大陸 它燒完才運到香港 加上買了這麼久 當然你在香港吃的燒鵝 是不太好吃的 另外一件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小明吃燒鵝和我吃燒鵝是不同的 小明會點的甜酸醬 酸梅醬 我是完全不點的 我只是會點鵝汁 因為只是看過鵝汁的顏色 它不是直接用醬油打出來的 它真的釀了一些香料 進去鵝裡面 鵝身裡面 封起來 整隻泥到燒 那這個汁水 吸收了鵝肉的精華 再加上香料的味道 然後倒入那些汁水 才成為鵝汁 如果大家在這裏買鵝 打包拿走的話 其實這些鵝汁 吃完鵝 或者你吃之前 可以另外倒進去 用來盛一盛米粉 超級棒的 我覺得飯 其實是吃燒鵝 又或者吃燒味 最好的一個配層 因為飯裡面 即是你一個燒鵝也好 燒鵝也好 切雞或油雞也好 它的汁一碰到飯裡 其實是好吃很多 令飯是更加香的 還有我們就點了一隻蜜糖雞翼 蜜汁 蜜汁雞翼 先試試給大家看看 很紅很紅的 很多骨 很多細骨 老實說 很好吃 香港也有厲害 應該香港比較好吃 因為口味有點不同 飯就吃完了 飯就吃完了 張單就在 我們這餐是用了133元 有些什麼項目呢 首先我們叫了一個例牌的下裝 98元 不錯吃 有兩碗飯 有頭頸 有隻雞翼 我首先想介紹一下頭頸 真的很好吃 因為本人很喜歡吃一些頭的類型物體 你喜歡頭和頸 頸我是一般的 但頭我真的覺得很好吃 兩碗飯是送的 沒錯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們英俊 確定是 可能是因為我英俊沒有地字 你肯定 平時你跟阿西去都是說阿西英俊 不是嗎 不是 不是 其實如果不是我們要任性 一定要吃那個鵝腿的話 這裡可以有另一個選擇 就是碟頭飯 它有一個例子 碟頭飯 有飯有鵝 好像我們香港的碟頭飯 就38元一個燒鵝飯 我剛剛看到雙拼都好像是四十多元 對 就是加多幾元 如果你說三十多元 有一個碟頭飯 這個價錢跟我們香港差不多 但是如果你說很好吃的燒鵝 可不可以用三十多元 四十元都不用的價錢 在香港可以給你一個碟頭飯 例如那些 什麼記物記的那些 什麼記物記 我先想想 很溶的那些 當然不行 所以這裡我覺得是OK的 那些鵝都亂的 味道是不錯的 是啊 我真的覺得是不錯的 還有剛剛你說的 三十多元 鵝就有一隻 你吃 我現在 鵝便便宜很多 鵝幾十元就差不多半隻 是啊 先看看 鵝是 這隻抄皮 這隻就是鵝 鵝的上裝三十五元而已 差很遠 是差很遠的 而且香港很多都是用燒鵝的 一定是 是啊 是啊 那我們今集就到這裡 好啦 那下次再帶大家去吃東西 好啦 拜拜 拜拜